防疫要超前部署 但这场5G的军备竞赛 你超前部署了吗?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以特解你的Tone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舒婷 2020年一开始 全球的经济就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重创 也因此遞延了5G手机新机上市的时间 不过这些5G的需求只是遞延并不是消失哦 5G相关的装置 预期将在疫情缓和之际 大举出现在市面上 包括网络基础建设 连网设备 行动装置 5G的目标主要有三点 更快的传输速度 较低的延迟 以及大量的资料传输 这也大幅提升了制程技术的难度 因此如何能够让产品效能更上一层楼 可以从制程的萎缩 以及改变封装的形态 这两个方向来着手 制程的萎缩 就是在同样尺寸中 放入更多的电晶体 以提升运算的速度 但在设备建置成本 量率与技术难度的考量下 先阶段大多的厂商选择 以改变封装形态为主流方式 来提升效能达成5G的目的 就一特的观察 要发展5G晶片面临的挑战 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们会用上下集的方式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这一集就先来介绍 5G晶片在不同装置上的 先进封装技术 有请Alan为我们做一个分享 5G的应用可以从两大层面来探讨 第一是终端应用 比如5G手机及NB 再来是基地台及伺服器的云端应用 以终端手机为例 应用上讲求的是轻薄短小 而其整体效能 决定在核心的AP晶片 AP的效能提升除了 依赖晶圆制程的维缩 另外就是靠封装技术的协助 AP的封装形式 从传统的Wirebounding FreeTrip 一路演进到目前主流的 FanOut封装形式 FanOut Package可采用RDL或PCB Subtray 作为连接Solderboard的转介层 RDL则能达到简薄的目标 多数业者为了提升晶片间的传输效率 以及精简体积 也会采用FanOut加POP的方式来堆叠DRAM 5G的终端装置也必须支援不同频段的需求 高整合度的SIP也被视为最佳的解决方案 其中MiniMeter Wave使用较高的24-52G频段 而使得天线尺寸必须萎缩 并且考量路径损耗及维持讯号完整性 因此催生出AIP的毫米波射屏模组 为了防止手掌遮蔽讯号 因此一只手机必须装置多个模组 需求因此而提升 Allset及FanJuay相继开发各式AIP产品 来满足5G手机需求 各大厂的方案在价格及功能上各有所长 如何选择取决于终端产品的价格定位 而对于云端装置的伺服器和AI晶片 将面临的是更复杂且更庞大的资料处理 因此HPC晶片多以2.5D及3D的大型整合型封装结构 来让ASIC与HPM晶片间能有更加的传输效率 2.5D及3D的封装结构 主要是利用PCB Subtray RDL Silicon Interposer的重新组合 来作为Chip间的讯号传递 而Silicon Interposer相较于传统的PCB Subtray 线距可缩小4至5倍 线宽线距的缩小能有效增加Pin-off数量 以及降低讯号延迟的时间 差异主要在于中介层的组成形态 由此图表可以观察出Foundry All-Sea厂 目前各有不同的竞争优势 而Trip-Late带动的抑制封装结合 将是不可逆的主流趋势 这集我们介绍了5G装置中最新的先进封装 下一集我们将正式进入主题 为各位分享5G封装最常遇到的技术挑战 以及宜特如何用独家的验证分析手法 解决客户的问题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才不会错过收看哦 那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宜特科技 解你而痛系列 第一手产业观察 5G手机的 5G手机 5G跟手机不能连在一起 太难了 Minimeter 我每次在那边卡着 Minimeter Wave 不过这些5G的需求只是地言 并不是被消失哦 我教室很不错 我可以再一次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按赞留言加分享 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 请帮我按一下小铃铛订阅哦